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不见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著名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 分享爱 来到台湾之后呢 就是心态上应该会有 经过一些某合级调整吧 你认为台湾的天气饮食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感觉 对你来说比较差异性有没有 有什么差异 来台湾之后 我觉得就是刚来台湾 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 因为语言不通 跟大家的互动什么 可能就是这个 我的非常要面对的困难 然后就是经过一段时间 当然是也是就个学习 也是读 应该是那时候有夜见部 刚来台湾的时候 姐妹都是会去政府 就是也见部那一种的 就像语言 国小还是上中文 对对对 国小的那一种的 先读中文这种 这个方面语言上先 先学习先布 一个就是这个 天气 然后天气的部分 天气的部分差太多了 因为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你不是很热 你是几月份来的 那时候就是来的是大概九月份 应该是相信冬天了 就是 对 对 比较冷 开始就觉得比较冷了 因为我们印尼呢 就是在国家 没有冬天 没有冬天 刚好来的时候就很冷 就觉得 我应该是快活不下去了 在这个国家 你居然有一种活不下去的感觉 对 活不下去真的很冷 然后我 那怎么办 那第一年我就觉得好冷 我穿好几件的衣服 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温暖起来 然后我整个都手都发抖 然后我觉得 这个可能我 九月份都这样吗 整不下去的感觉 九月份都这样吗 还是 还是 因为那时候第一年 2005 那一年他们是说 台湾特别冷 寒冷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 我第一次来 我觉得这个 不是一般的 除了的天气 又差别的太大了 那美食方面呢 美食方面 美食方面 我认为就是 也是有差别 台湾的饮食 我觉得比较清淡 台湾的饮食会清淡 对 比印尼 印尼都比较重口味 比较咸吗 比较咸辣甜那种的 可是来印尼 有一部分饮食 我觉得 来台湾 来台湾 很清淡 而且我们家 我们家婆婆 都觉得很清淡 他们很注重健康 养生 对 养生 养生 我觉得 那么那么清淡 虽然之后慢慢慢慢了解 就是 外面并不是这样子 当然是还是有 就是 中国味的 他们吃饭的中间 那个桌子 桌中间 还是 还是放一碗 那个酱油 台湾 会不会 对对对 可是我们家这还好 是吗 不过你们家是 你没有在 要 你没有要下厨的 就是 有也是会 也是会 就帮忙 帮忙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也是会帮忙 对啊 那你帮忙的时候 是跟着学台湾菜了 而不是说你煮印尼菜 也是会 也是会 所以我煮几道台湾菜 我就可能煮一两道这样是菜 台湾菜也是会 搭配起来 那你在台湾的家人 有没有比较喜欢你哪一道印尼菜 我们的 有 他们还蛮喜欢那个霸冬牛肉 霸冬牛肉 它是甜的 咸的 还是辣的 它是有一种各种各样的 印尼的香料在里面 那个味道吃起来 应该你找不到在台湾 那个味道 比较适合台湾人口味吗 蛮特别的 台湾人吃起来 他们都蛮喜欢 就主要是不要太辣 可能对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道菜 几乎的就是他们第一次吃到 他们对这个霸冬牛肉的那个 都这么觉得好吃 好吃 那这道菜如果是在台湾的 印尼美食店会点得到吗 有 也是有 也是有 听众朋友都听到了 有牛肉的 那另外还有呢 另外还有 他们喜欢吃你煮的印尼菜 这个 还有很多 好像 这个我不会讲 就是好像那个 在我的那个 因为我是门大辣岛 门大辣岛 而且我坐在 我在一个城市 就是叫巴连邦 就是去港 可能你们听到 去港就是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招牌美食 他们就是 这个招牌美食 就是叫Bembek Bembek Bembek 就是类似好像那个 Temp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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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子 对 可是 那个煮起来 这味道不一样 就是很特别的 OK 然后你可以用 用什么 就是你可以用水煮的 好像那个 也可以炸的 还是用汤的 水煮炸的 对 像那种关东煮也是有汤的 对 烧烤的 是 就是口味不一样 其实讲到吃 然后我们又要来配合 G-Li-O了 对 今天的主题 最主要是要来看一下就是 月云可以带我们去 介绍一下印尼的风光 然后包含了我们设定的 可能就是一般台湾的朋友 非常喜欢 都听到的 世界知名景点 这个巴厘岛 但我是觉得如果说 反正就是印尼的 哪些好玩的 就其实都可以请月云来 空中带我们 去稍微的了解一下 月云你自己 你自己在印尼的时候 你会 你会去 哪里玩 除了家里头 还是 其实 其实印尼蛮多的 可以去玩的地方 可是 你自己 就算印象我们台湾很喜欢去巴厘岛 对 我自己就很蛮喜欢去巴厘岛 我觉得这个真的印象很蛮好的 好 那你就帮我们介绍一下巴厘岛 那我们来一起去巴厘岛 对 一起去巴厘岛 而且要 蓉你有去过 我现在去 我现在开始跟月云 你去 跟月云 蓉刚刚讲 我刚刚讲说 蓉我们好想出国 她说对 我说那你曾经去过哪里 她说 出国的地方就是 我来过台湾 好 我们下一个目标 也许可以去月云推荐的 印尼的一些地方 好 印尼的巴厘岛 真的是大家非常向往的 对啊 月云那针对巴厘岛 你有没有什么要去 就你自己 印尼 印尼的这个 印尼人 你要怎么样来聊一下 这是巴厘岛 就是全世界也是知道 这个巴厘岛 外国人也蛮喜欢去的一个地点 就是印尼巴厘岛 人家可能不认识印尼 可是不会不认识巴厘岛 对 其实我巴厘岛也没有去几次 可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 应该是 大概我大学的时候 有去一次 刚好我那个朋友 应该是他的家人 有在印尼 然后我们就是有住过 几天 然后他们带我们去 去很多地方 我最印象最深刻 就是深刻的 就是那个 古达海滩 这个是在市区 就是这个 一个海边 一个海边 就是你就可以从这里 古达海滩 这个你就可以看那个 太阳下山的时候 西洋 西洋 那这个时间是大概下午 大概五六点的时候 应该是最适合去的 那个 那时候的风景最美的 你就可以躺 就在那边 在那边散步 散步聊天 身边就是 享受 拍摇下山 感觉那个feel 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海边的话 就一定不可以错过 夕阳的景色 好 你说的那个沙滩 就是在市区了 就直接市区就可以 就可以到了 对 古达应该是在市区 而且它是有很多 餐厅 Pub吗 Pub 就是 然后购物中心 就是类似就是 如果我们第一次去巴厘岛 就我们非常建议的 就去 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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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来呢 再来呢 刚刚是有去 Shap shopping 现在我很想问汁的 去那边可以买什么汁的 吃的吗 吃的 古达有 比较特色的东西 还是觉得印尼的料理 其实就是到哪里 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如果巴厘岛就是 他们最有名的 应该是那个烤猪 他们的烤猪就是一只 就是 整只 整只的 把它烤 BBQ的那种猪吗 BBQ的那种 可是它一整只 把它BBQ 这样子把它烤起来 这样子 然后 可是这个是佛观观客吧 因为猪 对 不是 你说它是烤猪 对 所以我就会想到 大部分会设定说 你们是不吃 有的 应该是说 对 因为印尼大部分大概八九 十 怕的印尼人 就是心 怀疆 对 他们就是不能吃猪 所以基本上还是会 佛观观客比较多 对 佛观观客比较多 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景点 或者是特色的一些 伴手礼或者是吃的 我们下一段再回来啰 好